如果按照这题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题目的话 我每个礼拜最少跟12位组员联络一次 这个是一个不实际的事情 我告诉你是不实际的 因为我也要接12通电话 我都要接12次电话 然后我还要再去联络 我还要去打给他们 我头都痛死了 我头都痛了 对不对 其实这样子是一种散状的 而不是联络的 就是它是散的 这个价值是很散开的 而不是联络的 它不是一个有结构的方式 这个不是一个有结构的方式 我们人对人的关系 不会说每个礼拜打一通电话 可以建议得起来 我们人同人的关系 不是说每一个礼拜 我们通一次电话就可以建立好 我们需要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需要有其他的方式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组长应掌握每位组员的动态 因此至少应每周和每位组员联络一次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觉得对的话 组长也很辛苦 如果我们觉得对的话 做组长应该很辛苦 对不对 组长越大年 组长越累 组长越多人就越累 然后每个人都跟你最好 跟别人都不合 而且每个人都是 跟你组长最好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有结构 所以我和你们讲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结构 结构会帮助你在分组的时候没有问题 结构帮助你分组 到时分组的时候没有发生问题 因为你是有结构的 因为你们是有结构在这里 基本上我们小组就会 我们的小组是像树枝一样的结构 树枝是 树枝 我们的小组就像一个树枝一样的结构 我们这个树枝是一根出去之后再分 对不对 树枝一样传出去会直接再分析 然后这边上去又再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一个树构 所有一个树构 不是所有的叶子都插在树构 不是所有也都是插在树构那里 那很可怕 是不是很可怕呢 那个有密集恐怖症 是不是有没有 对了 对了 树枝症那些人应该会吓吞 海也会吓吞 但是如果有树枕有树枝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很漂亮 对了 如果有树构 那么它会分枝这样散出来 是不是漂亮很多 它就会往上涨 它就会长得多 它们现在都会一路向上这样生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 小组园的代土是私下的事 不必硬性规定一个固定的次序 以免造成压力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样很有道理 我身上很多人都觉得 很有道理 这样讲 但是有些事情是 有些事情不是 我跟他说 有些事情是可以按这个道理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按这个道理 有些事情真的要有次序 有些事情真的要按次序 你若是小组长 如果组员大家都在传说 他爸爸故事 他怎样怎样 没有人告诉你 你觉得OK吗 如果其他组员都会说 他爸爸发生什么事 但没人跟你说 你如果是组长 你OK吗 如果你是组长的话 其他人都知道你不知道 所以不是私下可以解决的 所以这些事情不是私下可以解决的 一个小组 他的小组长 他另外有他的功能 一个小组 他作为组长 他一定有他的功能在 如果你的小组 可以私下这样运作 你一定会很受伤 如果你的小组 他们自己私下运作 我相信作为组长的你 你会觉得很受伤 然后要推动他们也很难推动 而且你都很难去推动他们 因为你其实是大家长 其实你是 大家长 其实你只不过 做好像一个家长 如果说 一个公司的老板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我们觉得OK了 如果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们可能觉得OK 因为他是公司者 因为总之我给粮 出粮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总经理 你觉得OK 如果是总经理就不行了 尤其是中学生亭 就觉得这样不对吧 如果是总经理 但是他对公司的运作 什么都不知道 那是不可以的 好 那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了 组长应该将组员分配 并托付给小组 宗教成熟的同工 并且信任他的关顾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没错 没错 继续 好 跟着下一个就是 小组员的联络 应该采取自由的方式 我们不能强迫 这很难回答 这个是不是很难回答呢 我当然不能强迫 对不对 我们都应该不是逼人 但是我们要想尽办法 撤合 但是我们要想尽办法 去缺合小组员 好 所以不是强迫 是撤合 我们不是强迫 是缺合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 要建立他们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他们 我们要让他们的人生 可以影响别人 我们希望他们的人生 可以影响其他人 可以达成上帝 在他们身上的心愿 可以达成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愿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 生命要成长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生命要成长 如果他们生命不成长 我们的责任没有了 所以如果他们生命没有成长 其实我们做不到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是提供一个环境 让他们这边随便找谁都OK 不是找中 我们不是提供一个环境 给他们来这里 随便找哪一个都可以 当然我们应该要尽量 不要他不喜欢他 我特别就要把他们放在一起 当然我们尽量不是强迫 就是强迫 我明知他们两个不对 我们就要强迫 缺合他们一起 我们可能会按照他们的个性 按照他们的背景 稍微安排 我们都要按照他们的个性 按照他们的背景 稍微适当地安排在一起 而且要鼓励 有一方对你主动 而且要鼓励其中某些人要做主动 可能是门徒关系 这个可能是一个门徒的关系 在小组里面应该有门徒关系 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应该有门徒关系 陪读也是一样 我们所提过的陪读的关系 陪读就是建立一个门徒链 陪读就是建立一个门徒链 让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说只是朋友 让我们的关系有属灵的关系 让我们彼此的关系 不是只是朋友的关系 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关系 好 我们继续来 好 我们继续来 好 我们继续 好 这一题就是 一位新朋友加入小组的时候 我们应该介绍给他 委身于主的传侣打 好让他知道人生应该有方向 这个你们如果没有看过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看过不要紧 我们看下一个 在牧养祖园的时候 应该考虑平衡他与基督徒相处的时间 和未信者相处的时间 让他成为一个能够新养的基督徒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这个真的是对的 下一个 小组的门徒训练应该透过陪读 土告网 小组的服侍参与 和委身于主的传侣参与来达成 对不对 这个也是对的 好 最后一个就是 小组的土告网应该每周至少转三次 使祖元多点投入去土告 一定不对 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祷告网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都没听过土告网是什么 土告网 是土告网 你们有吗 有一些人听过 你们祷告网是怎么传 你们土告网是怎么传的 一个传一个 一个传一个 打电话吗 打电话吗 或者用WhatsApp 很棒很棒 或者用WhatsApp去传 我们先往下面看 我们现在向下面继续看 我们首先要记得我们是一个细胞小组 首先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一个细胞小组 每一个小组都是一个细胞小组 每一个小组都是细胞小组 所以细胞长得很像的 所以细胞长得很像的 因为细胞长得很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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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我每次都会问 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细胞是什么细胞吗 我每次都会问 你知不知道我们一个细胞是什么细胞呢 活细胞 活细胞 谢谢你 多谢你 知道 知道我们可以知道 所以它应该是active的 对不对 最少我们应该知道它是活跃的 但是 分裂的 就会增长 对不对 会增长的 对不对 更靠近了 其实我们的细胞是一个传福音的细胞 其实我们这个细胞是一个会全复音的细胞 我们的DNA里面 我们每一个细胞都应该一样 每一个小组都应该一样 所以我们会传福音 是的 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应该有同一个基因 就是会去全复音的基因 所以我们的小组如果里面没有目到有的话 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是没有全复音的基因 没有目到有的话 目到有 OK 目到者是不是 新朋友 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没有新朋友 其实很大问题 如果我们的小组里面没有目到有 我们很容易吵架 如果我们小组里面没有新朋友 没有道者 我们很容易吵架的 我们没有别的事情 你也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样 那我们要听谁的呢 是的 因为我们很无聊 你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那么你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不一样 那么我们就会吵架 我们没有相同的目标 因为我们没有相同的目标 我们没有目标 都想带那个未信的人去信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DNA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因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些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经 怎么跟我们讲 耶稣带领的小组到底长什么样子 耶稣带的小组究竟是一个怎么带的小组呢 我们看 这边有一堆的经文 你们可以回去看 37页有一堆的经文 你可以回去看 像以否所书四章十六节 好像以不所书四章十六节 他讲到说 这个很熟的 我们就好像身体是要互相连结 这里很熟的经文就是 我们好像身体要互相连结的 我们的关系是肢体 对不对 我们是一个基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彼此联络 所以我们应该小组 组员之间彼此联络 组员不是只有 聚会那一天要联络 所以组员不是只是聚会那一天才联络 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身体 不可能说 我今天没有要用手 它就可以留在家里不带出来 我们的手和身体 不可以说 今天我不用用这手 我就把这手放在家里了 我们是应该连一连 我们是要联络在一起 手和身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 然后呢 史鲁庆圈第二章 然后呢 小组横转第二章 他是讲到一种 一种 史鲁庆圈第二章是很有名 在教会里面他们的关系 史鲁庆圈第二章 他很出名是讲到教会里面的关系 他们一起吃饭 他们一起吃饭 他们彼此相交 他们彼此相交 他们把他们的财物拿出来供用 他们将他们的财物拿出来供用 你注意到他们绝对不是只有聚会关系 你会看到他们不是只有聚会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你的聚会关系 比你想的要严重多了 所以小组组组的关系 比你想象可能是大很多 而且他们不是一个礼拜才一次 而且他们不是一个礼拜才最为一次 因为如果他们一个礼拜才一次 上帝就不能把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因为如果他们只是一个礼拜最为一次 上帝就不可以将他们得救的人 得救的人每天都带给他们 天天加给他们 每天都交给他们 对 日日都交给他们 但是问题是 应该要讲成每周交给他们 因为他们一周如果只聚会一次的话 我应该说每一个礼拜交给他们 如果你是一个礼拜才聚会一次的话 可是他们是天天聚会 所以他们是天天都会聚会 现在比较麻烦 我没有要鼓励你们天天聚会 这个就比较麻烦 我没有办法叫你们每天都聚会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那个肢体关系的亲密度 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们 那个肢体关系的亲密情况 那有些是更直接的 有时候呢 约翰福音有些是更直接的经文 有些是更加直接的经文 约翰福音13章 约翰福音13章 34节 34节 我要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要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但是叫你们别人家 你猜我怎么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对不对 你们也要 什么样爱我 耶稣怎么爱我们 耶稣怎么爱我们 哎哟 所以你把这句话贴在 贴在你的洗手间 贴在化妆台 所以你把这句话贴在你洗手 贴在你梭妆台 你每一次想拒绝人的时候 看一眼你就会 对 你每一次想拒绝人的时候 你就看一句经文 你就会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 耶稣 祂不会只有在你 主日出席礼拜的时候才爱你 耶稣不会只是你 出席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 才去爱你的 祂是随时的爱你保护你 祂都是随时的爱你保护你 祂是随时眷顾你 祂随时会眷顾你 所以你要爱他们 爱你 上帝托付给你的人 好像上帝爱你一样 所以你要爱上帝托付给你的人 好像上帝那么爱你一样 好 那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节 罗马书十二章九字十字 更可怕 对啊 说得更加明硬 爱人复可虚假 恶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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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公经人要彼此 退让 是这样吗 有人看吗 有人把他找出来 有没有人找到这个经文呢 有没有人找到经文呢 走了 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吗 不是 读啊读啊读啊 你读啊 爱地中要彼此亲热 我们要彼此亲热 没错 是咯 所以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要亲热 我们要亲热 你觉得OK吗 你觉得OK吗 你知道我的个性是很不喜欢跟人家黏黏的 你知道呢 我的个性呢 不是很喜欢跟人家很亲近的 我要跟人家很亲热很困难 我要跟人家很热情呢 其实很困难的 可是圣经要我们要亲热 但是呢 圣经叫我们要亲热 那个相爱是要让人看得到的 那种的相爱是要被人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 我们应该要君子之交淡如水 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 君子之交淡如水 看到好朋友好童工笑笑点个头 看到好朋友好童工笑一笑点个头 如果一个女人冲过去拥抱你 这个女人一定是三八婆 如果有个女人一见到你 走过来抱你 那个女人我们会觉得她就是 不是很好的女人 八婆 对不对 但是 不是很正经的女人 有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要亲热 但是圣经就叫我们要亲热 那个亲热是表达出来的 那个份的亲热是要表达出来的 要让人看得到的 要被人看到的 要有感觉的 要有感觉的 一点都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一点都不是在那里 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子 别人不会进来的 如果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子 其他人不会进来的 去佛教修行就好了 去佛堂那里修行就行了 对啊 大家都不要有来往 自己在那里就行了 大家都不需要有来往 自己各自修炼就行了 可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但是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因为上帝造的人 是需要这种来往的 对啊 因为上帝造的人 这些人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来往的 妈妈是一个 我是像我妈妈 就是跟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很拉开很远的 我呢就好像我妈妈的 就是跟人的关系是有点抽离的 我们觉得如果很亲热 那是一个不礼貌的样子 对啊 我们觉得跟人很亲烈的时候 很亲切的时候 我们觉得不太不礼貌的 我进电梯 我从头到尾都不会讲话 对啊 如果我乘搭电梯的时候 其实我不会讲话的 因为在电梯里面讲话不礼貌 因为在电梯里面讲话不礼貌 而且我也不会 看到人的话我也不会有表情 而且很多人 我都不会有表情的 我觉得我在电梯里面 就是一个装饰品 我觉得我在电梯里面 好像一个装饰品 站好不要乱动 站定定 不要乱动 我最大的 我最大的友善表示 就是帮忙按一下 我最能够表示 我有礼貌 就是帮人按电梯 我后来读了这段圣经之后 我有改变 后来我读了这段圣经 我就有改变 如果我在电梯里面碰到我的弟兄姊妹 如果在电梯里面 我见到一个大兄姊妹 我就会说 你好 我就会说 王王你好 然后慢慢我的生命再改变 我慢慢了 我生命又有改变 就是碰到不认识的人 我也会跟他说 你好 就算我见到一些 我不认识的人 我都会说 你好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跟我一起进电梯 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跟我一起进电梯 我看到一个人拿了一支蓝菜 然后又见到一个人就拿着一蓝菜 我说你去买菜吗 我就问你是不是买菜 他说对 他就说是呀 我说你这个菜真的很新鲜 多少钱多贵 我就问了一大堆的问题 我就问他一大堆的问题 你炒生先在哪里买 几千斤 就聊了很开心 我又聊得很开心 很快就出去了 然后就很快就离开了 他出去了之后 那个人走了之后呢 我儿子跟我说 我儿子就跟我说 妈你是谁 妈你是谁 他说我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 我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个口号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个口号 叫做为主三八 为主三八 有个口号叫为主三八 三八是什么意思 三三八八 三八 三八 哦 OK 为主 为主与你做一个八婆 我没有什么意思 大概是 我不知道你们的八婆是什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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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知道知道 三八我知道 OK 好 那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是一种 一种亲热的关系 所以让你讲讲 一种参与的关系 这种亲热的关系 会非常有感染力 一种亲热的关系 是很有感染力的 这个小组会让人 每一次来小组 他就觉得说 人生有意义 你这个小组会令到那些人 每次来小组 会觉得这个人生 是很有意义的 人生得满足 人生呢 我又得到这个满足感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常常说 如果去小组 是被人家骂了一顿回来的话 我常常跟人家说 如果你翻小组 是被人骂一餐回来的话呢 我下礼拜要不要去啊 我就会想起 我下次还要不要翻小组呢 老板骂我 老婆骂我 大家都骂我 我现在去了 连小组组长也骂我 老板又骂我 老婆又骂我 其他人都骂我 我翻小组都被人骂 就是 他不知道怎么会再去 不是说我们没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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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得多才能够说原则 你要爱得够多才可以说原则 你真的爱他 你才会告诉他真理 你真的爱他 你才会跟他说真话 你如果不爱他 你如果不爱他 他快要去死 你也不要去救他 你不会去挡在那里 你不会去挡在那里 如果你真的爱他 他想去死 你也不会去救他 你也不会去救他 总之为你翻译我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就来讲 什么样的小组 是一个可以基于人 让他跟我们一起跟随神 一起传福音的小组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要一个什么的小组 才可以吸引人 吸引人 跟我们一起跟随耶稣 一起去成长的小组 我们说三足鼎立的观念 我们说三足鼎立的观念 你看到第三十八面 大家去到第三十八页那里看一下 你看三十九面是不是看到一个圆追题 在三十九月那里是不是有三个追题 三个点 看到有三个点 所以一个是小组聚会 第一是小组聚会 然后小组祷告王 跟着就是小组的投稿王 然后再一个小组的陪读王 跟着就是一个小组的陪读王 这三个点如果都撑住了 如果一三个点都撑住了 然后呢经过我们 我们自己是分成四个 就是维生学习 维生教会这样四个 四个礼包 而我们呢 自己本身呢 分开做四个女的 然后最后就是 维生于主 最后的终点呢 就是维生于主 那我们现在不谈这四个礼包 我现在先不讲这四个女 我们先讲这三个点 我们先讲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你如果做得好的话 你的小组就是健康的 这三个点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你小组是健康的了 你这三个点做得好的话 你的小组不断地会成长 如果这三个点做得好呢 你的小组会不断地成长 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不把这三个点做好 你的小组常常是歪一边 如果你不把这三个点做好呢 你的小组可能 我整个意思在讲 质重在某一点那里 我整个意思在讲 我们如果只有小组聚会 如果 如果我们只有小组聚会 然后我们没有小组的祷告 如果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小组的祷告忙 那么我们 面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事情 有很多的压力 我们呢 面对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压力 那我怎么有力气去面对 那我怎么有力气去面对 有那么多试探呢 有那么多试探 谁支持我 谁支持我 我们不是说 你聚会完之后 我跟你只有一个朋友的关系 那我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还是自己去面对 然后呢 我自己回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都只有我一个人去面对 其实不是问题 是社会 其实不是问题 对 你说回去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 不要讲问题 我就算都没有发生问题 我早上醒来 我就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是的 其实说 有时候不是真的你有问题 你才能感受到压力 其实是一个社会 有时候你一起身 你就要面对这个世界 你都会有一些压力在 你会听到很多人告诉你说 这个没有关系 有很多人跟你说 不要紧 做吧 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 天下乌鸦一般黑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你都是要做的 你看这些东西 你会听很多 你会听很多 然后你会面对很多的试探 你怎么为主做见证 你怎么可以做见证呢 有时候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同都不敢讲 有时候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同 我们都不敢说出声 很挫折 我们说出来会很受挫折 那怎么去支持你 那有什么人去支持你呢 我常常会说 像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 她说她跟她的婆婆相处非常有压力 好像我们教会我们常常说 有些人她跟她的婆婆相处很恶劣 那你要跟你的婆婆表达爱 那她就会跟你说 那你要跟你奶奶表达爱 那怎么表达呢 那怎么表达呢 你回去的时候要跟她说 妈妈我爱你 那你回去跟她说 妈妈我爱你 那她就说不出来 那她说不出口 就跟我自己的妈都说不出来 我跟我自己的妈都说不出来 那我跟妈妈都说不出来 怎么跟奶奶说 那你再跟你妈先练习一下 那是不是要回去跟自己的妈妈练一练 然后再去跟婆婆做 然后再跟奶奶说呢 妈妈我们的小组祷告网就传 传祷告网 哪一天你会回你的婆家 那我们的小组祷告网呢 就是那一天就去帮你祈祷 是告诉我们哪一天 你直接告诉我你你想哪一天 然后我们就在那一天为你守望祷告 是的 如果你决定有一天去跟你奶奶说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就整个小组都跟你祷告 然后我们这一周的时候 我们是传祷告网为你祷告 是的 那整个礼拜都在这个祷告网里 然后下个礼拜她来聚会的时候就问她说 结果呢 那下个礼拜组园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问她 有的时候不用等到下个礼拜 她说出来之后 婆婆吓到她就已经拍一张照片传回来了 有时候都不用我们问了 她说了之后 她已经立刻拍一张照给我们分享给我们 小组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小组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 我去上班的时候试探很大 我去上班的时候是遇到很多试探 因为有一个男人对我很好 有个男人对我很好 男同事对我很好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但我已经结婚了 我跟他应该保持距离 我应该跟他男的保持距离 但是我又觉得有人照顾蛮不错的 但我又觉得有个男人接过都挺好 公司都都 好 小组你如果分享出来 如果我在小组里面说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 我们就会为他祷告 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不是这样 不是说为他的感觉祷告 不是 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不是说 我们为他的感觉去祷告 我们会在小组里面说 那么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 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会问他 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怎么做 他拿早餐 他为我买早餐 我要拒绝 例如说 如果男同事帮我买早餐 我要拒绝 如果他一定要给我 我就一定要给他钱 如果他一定要强行 失份早餐给我 我就要给他钱 如果他不拿钱 我就不吃早餐 如果他不收回我的钱 我就不吃他的早餐 我要把我跟我亲生的照片放在桌子上 我就要把我和我老公的照片 放在我桌面那里 我要打电话给我老公跟他说 你好 我要打电话给我老公跟他说 你好 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那我们小组在为他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很具体 所以我们小组为他祷告的时候 和总人祷告的时候是很具体的 他说我们有一个工作要一起做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工作要一起做的话 那我们就特别为这个事情 他的态度 他的表情 他的 那我们就特别为他态度 他的表情 他在跟人互动的时候 他和其他人互动的时候 没有那个特别的intimacy 是的 我们为他和其他人互动的时候 不要特别有那种的亲密 去祷告 我们可以为他祷告的 因为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帮他祷告的东西 你知道我们的小组是能够影响他的 面对他的生活的 你知道我们的小组是可以影响 那个组员面对其他人的生活的 我们的其他组员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人 我们其他的组员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人 跟我们站在一起面对这个世界 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去面对这些试探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辛苦 如果你看到有其他人在这些事上面很辛苦的时候 没有办法做正确的选择 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正确的决责 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正确的决责 被这个世界打到趴在地上 被一个世界地上的东西打到趴在那裡 我就会说你来我们小组 那我就会跟他说你回来我们小组 那我就会跟他说你回来我们小组 你会做一个有尊贵的人 你会做一个尊贵的人 你可以做一个尊贵的人 你可以做选择 你可以做选择 如果你真的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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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群人陪你钓鱼 有一群人陪你钓鱼 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小组是充满了力量的小组 所有的小组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小组 我常常有些我们的同工说 他们很多组员回来小组聚会的时候 最高兴说我一整个礼拜都等着要来小组聚会 我们的同工那么盼望参加小组 这样才对 我们的小组要长成这样才对 我们的小组是要这样令到人很渴望来参与才对 如果他不是长成这样的话 如果小组不是这样呢 那我们要自己检讨一下 那我们自己检讨一下 要看看怎么解 要看看怎么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我们先讲小组聚会 我们先讲小组聚会 这里 我看怎样 我们先请张牧师到前面 我们先讲小组聚会 我们先讲小组聚会 好 我们先讲小组聚会 我们先请张牧师到前面 我们先请张牧师上来先 我们先讲一下小组聚会 有哪些注意事项 对 讲一下小组聚会 有什么要注意的 不是在这个讲义那里 是另外的 就是讲义那里没有的 在小组聚会 在小组聚会 已经开了 在小组聚会 可以吗 在小组聚会中 我碰过很多不同的小组 在小组聚会里面 我遇过很多不同的小组 有一个小组 有一个小组员参加一次 有一个小组 有一个组员参加过一次 那个小组员跟我讲说 我这个小组好像是追思礼拜的小组 跟着那个人就跟我说 我这个小组 一个追思礼拜的小组 他说我觉得那个气氛 非常的像追思礼拜 我觉得那种小组的气氛 好像去奔丧 听说他们本来人不少 十几位 听说本来小组都不少人 有十几个 后来他们就越来越少 后来那个小组就越来越少 剩三个四个 剩下三四个 剩下三四个 其实一直都没办法真正带领那些组员去聚会 他们有几个人好像 他们在小组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好像一个小组里面 其他有某几个人 在一个小组里面有更大的影响力 有几个人常常辩论 有几个人常常在辩论 他们神学很好 他们讨论圣经 他们神学很好 常常在讨论圣经 他们常常研究很深奥的圣经 他们隐军据典 也说出很多神学家的名字 他们就会喜欢引经据典 又很喜欢抛很多神学家的名字 这些小组怪怪的 这些小组都是怪怪的 有的小组是一个人是小组的中心 有的小组就是以一个人为中心的小组 也许是小组长 他常常是以他为中心 或者小组当中有一两个很柔软的人 或者小组里面有一两个很柔软的人 他们常常分享得很深入 他们也真的很柔软 他们把他们的软弱分享出来 甚至他们流泪 他们也会喜欢将他们的软弱分享出来 甚至分享的时候也常常哭 几乎每一次他们就成了小组的中心 所以差不多每一次 那些很柔软的人就成为小组的中心 大家就会为他祷告 大家就会为他祷告 因为他流泪大家就很关顾他 因为他哭的很伤心 大家就很关心他 小组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人 几乎大家渐渐不想来了 如果小组有一到两个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想回这个小组 另外有些小组很怪 他们好像两个小时一定要结束 另外有些小组很奇怪 好像到了两个小时之后 就一定要完 所以小组长一直看表 所以这个小组长经常都看标 他觉得一定要准时回家 他觉得一定要准时回家 可是大家常常会比较迟到才来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时迟到这样 像今天下场雨大家都慢了 好像今天这样下场雨大家都会迟到才回来 那有的人的哲学就是一定要准时结束 那有些人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准时结束 所以常常在小组里头 那些需要没有被满足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小组里面 有些人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到 没有办法彼此建立 没有办法彼此建立 小组的话语的时间是要达到彼此建立 切着神的话语彼此建立 小组的目的是要借着神的话语彼此建立 当然我也发现有的小组 他们会聚会聚很久 但我都发现有些小组是喜欢很长的 以前我们的教会 我以为是女人话语比较多 以前我以为我们教会 只不过因为女人多话说 所以长气点 有一次我们教会 我们发现 我们晚上十一点 教会的大门要锁起来 我们的教会是晚上十一点 教会的大门就会生气 那我们的同工反映说 最近常常到十二点 甚至十二点多才结束 那同工有反映说 最近整天都十二点 十一点后才结束小组 那在我们的同工会里头 就提出来说如何解决 那在同工会就有同工提出 那这么晚才走 那怎么解决 我心里有个假设 哈哈哈哈 你看这些女生爱讲话 那我就假设 当然啦 女人长气 说很多东西 我就说 那我们定法则 那我就说 不如我们定些规矩 十一点关门 一分钟罚十块 那我十一点关门 迟到一分钟走 就罚十元 那台幣 两个半港元 所以如果他迟到十分钟 他一百块钱台币 那所以呢 如果他迟二十五分钟 二十二十分钟走 那这样就罚你二十五元 才二十块钱港币 是的 二十来港币 那其实跟你们的停车费也差不多 其实和你们拍车费也差不多 时租 结果 这个同工就报告说 好 那有两个小组 他们会罚死了 是的 跟着同工就说 好 那一定有两个小组呢 应该会罚很多钱 我就说 是哪个小组 那我就问 是哪个小组 讲出来的名字 诶 讲个小组名出来 结果两个都是男生小组 结果呢 两个小组都是男人的小组 我就问他说 不是男生都在小组不太讲话吗 那我就问他 喂 不是男人在小组都不是怎么说话的吗 他们为什么从八点可以聚会聚到十二点多 他们为什么从八点聚会聚到十二点多 他们为什么男人可以从八点聚会聚到十二点呢 这种小组叫做搞很久的小组 这种小组叫做搞很久的小组 很多人渐渐的就不想来了 因为太疲倦了 那很多人渐渐就不想回小组 因为太累了 甚至有的人回家会夫妻讨嫁 很多小孩已经睡着了 爸妈妈才回来 很多小孩已经睡着了 那我要谈我们小组的目的是彼此建造 我提出几个观念给大家思考 第一个我觉得在彼此建造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人人参与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在说要彼此建造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说要人人去参与的都有份的 我带小组的时候有好多人讲话讲很多 我带小组的时候有好多人都很多话讲的 我曾经带了一个老人小组 他们平均八十几岁 我曾经带了一个老人组 他们平均是八十几岁的 那有一个差不多九十岁的人 他每一次一讲话大概半小时 那有个组员呢 大概九十几岁 每一次讲话都起码讲半个钟头 但是那个小组也有一些老人家 他讲话只有十秒钟就结束 那那个小组都有些老人家 他每一次讲话应该大概讲到十秒就停 因为他很内向很自卑 因为他很内向很自卑 而且他信主的时间很短 他觉得圣经他不懂 所以他不敢多说 他觉得我都不太熟圣经 所以他不敢乱讲话 但是那个九十岁的 他已经信主可能五十年了 但是那个九十几岁的组员 他可能已经信了主很多年了 他圣经是超强的 他的圣经知识是很强的 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非常熟悉 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非常熟悉 我觉得他至少读过圣经十遍以上 我觉得他起码读过圣经十次以上 听者说应该读了一百次 那我觉得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努力 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花点功夫 因为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每一次 跟他们一起来话语的建造的时候 大概是三个题目会分享 那次他们每次小组的时候 我们要用话语去建造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题目去分享 每一题我就请大家轮流 差不多有七八个人轮流 每一题我都会请大家 大概有七百个人轮流分享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这个讲很多话的老人说 希望你每一次发言五分钟又要结束 那那次我就跟一个 就是整天都很长气的老人家说 你每次讲话你只可以讲五分钟 他说为什么要这么短 那他问我为什么只可以讲这么短 我说因为我们有八个人 那我跟他说因为我们这里有八个人 我们有三个题目 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五分钟 八个人就四十分钟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都讲五分钟 那八个人就已经讲了四十分钟了 那四十分钟如果有三题多少分钟 是的 一百二十分钟 每一条讲四十分钟 三条就一百二十分钟了 所以我说我们的聚会只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聚会只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说你每一次只能讲五分钟 所以我跟你说每一次你说 他就一直沉默 那么他就一直都不出声 他考虑了两分钟 那么他就想了两分钟 说好我以后只讲五分钟 好他就说好我以后只讲五分钟 好他就说好我以后只讲五分钟 我非常感激他跟他鞠躬 跟他鞠躬 谢谢他 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不停跟他鞠躬躬躬躬 多谢他 因为他接近九十岁 所以他健忘 因为他已经九十岁 所以他有时的东西都不记得了 所以他第二个礼拜 他好像忘记这件事 是的 因为他下个礼拜他又不记得了 他答应了只讲五分钟 但是当他讲到十分钟的时候 当他讲到第十分钟的时候 我趁他换气的时候 我就接下来 我说某某人你讲得很好 跟着我就说 哪个你讲得很好 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请下一位某某人 是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现在请下一位说话 他忽然好像被提醒了 他忽然好像提醒他 他觉得他做错事 他觉得自己做错了 所以他就不讲话了 所以他就不再讲那么多话了 等到第二题又轮到他 好了 第二题又轮到他 他又忘记了 他又忘记了 他又讲了差不多十分钟 他又讲了差不多十分钟 我鼓起最大的勇气 我鼓起最大的勇气 在他讲到一个段落 还没有真正完全结束的时候 在他讲到某一个段落 其实他都还未想停的时候 我就说谢谢你的分享 我就说多谢你的分享 我就说 我插进来 我讲一点点我的看法 好了 那我就说 我想插一插嘴 讲一点我的想法 并且肯定他讲得很好 那我也有肯定他讲得很好 然后我就说 请另外一位在这里 跟着我就说 请另一位组员分享 因为我中间打断过他两次 因为我中间插断了他两次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我知道他很有感觉 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就走到他旁边 所以小组结束的时候我就走到他身边 别人走了以后 其他人走了 我就跟他鞠躬 我就跟他鞠躬 我说对不起你 我说对不起 因为我打断你的话 我再一次跟你说我真的很对不起 我再一次跟你说我对不起 他说我知道我讲太长 他说我知道我讲太长 我下次会改进 我下次会改善 我再跟他鞠躬 我又再跟他鞠躬 我说我非常感谢你 我说我非常感谢你 我对这样一个长辈我非常尊敬 我对长辈我是很尊敬的 他个人对主非常非常的 他真是一个爱主的弟兄 那位长辈是一个对主很爱的弟兄 他非常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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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能因为他敬畏神 我就不 就让他讲太多话 破坏了彼此建造 但我不可以因为那个弟兄 因为他敬畏神 就被他很长气地说破坏整个小组 对另外那一位 他比较年轻 他只有七十几岁 对于另外一位组员 他比较年轻 他比较年轻 只有七十几岁 他讲得比较短 都只有十秒钟 他就讲得比较短 每次发言 我就私下找他 我就私下去找那位弟兄 我希望你每一次要多讲一点 他说我不喜欢讲话 他说我不喜欢讲话 我又不懂圣经 我又不懂圣经 他们比较懂 让他们多讲 其他人懂多些圣经 就给他们讲 我听听就好 我听就行了 我就跟他说 我不可以这样 我就跟他说 不可以这样 你有很多思想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你有很多思想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你要勇敢地多讲一点 你要勇敢地多讲一点 我说你每次都讲五秒钟到十秒钟 实在太短 我说你每一次只讲五秒钟到十秒钟 实在太短 我说我拜托你 可不可以讲三分钟 我拜托你可不可以试试说三分钟 他说三分钟好久 他说三分钟很久 我这辈子没有讲三分钟 我已经整世人都没有讲过三分钟那么久 我好内向我不可以讲那么久 但是我说我请求你帮忙 但是我就说我求你帮帮忙 如果你以后讲太短 我会鼓励你多讲一点 你要配合我 如果你以后讲太短 我都会去鼓励你去讲多些 你要配合我 他就说不要说不要 但是我后来就照这样的努力去做 每一次他讲得很短 我就继续问 后来我就很努力继续鼓励他多些 他每一次讲很短的时候 我就会去鼓励他 叫他多些 经过半年以后 那半年之后呢 他每一次分享都可以两分钟 三分钟五分钟 他每一次分享都可以讲到两分钟 三分钟五分钟的东西 我觉得他分享得很深入 我觉得他的分享也可以造就彼此 我觉得他的分享可以造就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人人参与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觉得人人都有参与是我们小组的目标 不是给那个外向口才好的人多说话 不是比一些外向多的说话 口才好的人佔多一点的 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 鼻子建造的过程当中 分享出来 我们要鼓励每一个人在彼此建造的过程里面 一起去分享 我太太已经说我讲得太长了 我太太就会说我太长气了 我这一课可以教两个小时 其实我一课可以讲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可以讲到 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讲 来来来来来 就是找组长的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小组长的功能 因为我们这边做的人都是小组长 因为坐在这里很多都是组长 我觉得小组长是一个所谓的 应该英文叫facilitate 好了 我觉得小组长就好像英文说的 促进者 催化者 催化者 facilitator 催化者 或者他只是穿针引线那个人 是的 小组长就好像做穿针引线的人 那小组里头小组长的身份 就是一个鼓励大家分享和彼此建立的人 你做小组长就是你去鼓励大家去彼此分享 小组长 你不是讲道的人 你小组长不是要负责港导的人 讲道的人可能要去新义神学院读三年以后再来讲道 港导负责港导的人可能要去信义会神学院那里 在学三年才可以讲道 因为小组长就是一个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重点 还有读经读完了以后 让大家一起来来分享 小组长就是想把今天我们读经的重点 有些什么题目想分享 小组长是拋钻引玉的人 说出来就是拋钻引玉叫那些组员一起分享 他让这段神的话让大家互相分享 让大家都被神的话去影响 让大家都被神的话去影响 因为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因为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 妥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变明 小组长 我们的重点是要让神的话来影响每一个人的生命 小组长就是要让神的话语来影响每一个小组员的生命 如果变成讲道太多 说得太多 如果变成讲道太多 道理太多的话 其实神的道没有办法充分地运行 神的话才是主角 神的话才是主角 小组长只是做一个催化剂 小组长只是一个催化者 所以小组是彼此建立的地方 所以小组是彼此建立的地方 不是茶经的地方 不是茶经的地方 所以小组有四个W 所以你们的小组是有四个W 然后第三个W就是小组就是彼此建立 Word 第三个W word就是彼此建立的时间 是用神的话彼此建立 是用神的话彼此建立 那怎么用神的话彼此建立呢 那我们怎么用神的话彼此建立 就是把神的话摆在今天的我面前 就是把神的说话摆在今天我的面前 所以我今天要应用 所以我今天要应用到这些说话 所以我们要鼓励主人应用神的话 我们要鼓励组员去应用神的说话 你们小组的题目是不是讲元会出的 你们小组的题目是不是讲元会出的 所以周牧师他会写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周牧会写出来给你们小组的 这里面的题目如果是三题 你们是几题 我们大概三题 如果三题第一题就是what 如果三题 如果有三题的话 第一题就是为什么what 就是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 意思就是问一下你 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第二题就问了说why 第二题问的问题就是why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经文要这样讲 第三题就是说how 第三题就是说how 我要怎么用在我的身上 我要怎样应用在我身上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分成这三个 所以这些题目通常都是这样分成三个 分成这三个的时候 第一题是观察题 所以这样分成三题的时候 第一题就是观察题 如果我有目到有在我们当中 如果当中我们有目到的朋友 人是持地悟 谁看圣经都可以找得出来 人是持地悟 是的 那么那些失心朋友都可以找出人是物 对不对 他很容易找出来 是的 他看一段经文他都找得到人是物 但是为什么他做很难 当然他未必去明白了解 但是又有人很厉害的 但是又有人很厉害的 但是有些人很厉害的 那怎么用在我的身上 第三条问题是怎么用在我身上 谁都可以答对不对 人人都可以答是吧 应该我们可以先找一些比较资深的 跟他说 我们可以先找一些比较资深的组员 我跟你先讲 这一集我一定会问你 是的 你先讲一讲 然后让大家就很自然 你讲完就有人会接着讲 是的 那我们先找一些比较资深的组员 说这段经文怎么可以应用在你身上 那么他一分享完之后 其他人都很分享 所以你看到没有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的生活 跟整这段话的联合 最重要就是说 看得到我自己的人生 我平日的生活 如何可以跟神这些说话联系得到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 小组的word 变成一个查经 只是知识 我们最害怕就是说 小组在work的时间 就变成一个查经的时间 如果只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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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比较谁比较聪明 那好像一个比赛 谁比较资经 那我们在比较谁比较书念的比较多 我们可能在比较 哪个识圣经多些 你知道有些人 他应用神的话 他虽然没有读很多书 可是他相信神的话 有些人 虽然他未必读过很多书 或者不是很熟圣经 但是他很会应用神的说话 在他身上 因为他相信 他的生命就有力量 他的生命就有力量 因为是彼此建立 因为是彼此建立的 而不是比较知识 而不是比较的我们 所以我们谁都可以在这个小组里 不用分高年 这个是大学部的 这个是中学部的 这个是小学部的 所以一个小组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 不需要跟学历分个小组 跟你的背景分小组 所以年龄也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年龄都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就会彼此供应 因为我们会彼此供应 我就看到他 他是这样想的 我就会看到 原来这个人是这样想的 我们那个婆婆跟 就是我们有一个小组 是有长辈在里面 是的 那我们一个小组里面 会有一些乱渣的 然后也有刚结婚的媳妇在里面 也都有一些 刚刚做人家 太太那些 他们两个不懂 不是博士关系 原则上不让亲属在一起 是的 那个婆婆和刚结婚的姐妹 不是婆式关系 因为原则上 我们不会把她 放在同一个小组 但是我们就是 这样都会在一个小组里面 有婆婆的这种人 是的 但是我们的小组 会有一些年纪 没有做人家奶奶的 也有些是刚刚结婚 做人家的 所以当婆婆说 我的媳妇我真的不能懂 为什么 他们都不回家吃饭 是的 那那个奶奶 我都不明白 这个媳妇常常都不回家吃饭 也是买一个东西回来吃 甚至回家吃饭 都是问外买回来的 她不是在家里面自己煮 为什么不在家里煮 那个婆婆这样说 就是那个媳妇说 我不能懂我婆婆 为什么不顺便 买一个东西回来吃 然后那个媳妇就说 其实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奶奶 不可以让我问外买回来 她不是要回来 还要把菜洗一洗 然后把汤丢在一个锅里面煮一碗面 她不能懂 那个年轻的媳妇就会说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要买菜回来 又要洗又要煮 对啊 是不是 结果 婆婆这个年轻的就告诉这个媳妇说 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那个做人奶奶的姐妹 就会跟她说 我对做人奶奶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媳妇就能够明白 那个做人的太太 做人生命就会明白她的祝福 对不对 他们的生命就会生续 就在小组里面 很多人因为在这里面 学会跟不同的人相处 很多人就因为在小组里面 就学会跟不同的人去相处 然后欣赏不同生命的风景 然后呢 都懂得去欣赏不同的生命的风景 这就是彼此建立 这就是彼此建立 如果只是查经只是知识 如果只是查经 只有一个知识的追求 那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一辈子都比较开口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你一生都不用说那么多 他小学都没有毕业 他都没小学毕业 他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他都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他都不知道人家说什么 彼此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彼此建立是很重要的 我想找组长们 你要记得一件事 我想跟小组组长讲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 小组的word 一定是小组长自己带 小组的word 一定是组长自己一定带 很多人都说 查经可以让大家轮流带 很多人都说 查经可以大家轮流带 对 查经可以轮流带 没错 查经是可以轮流的 彼此建立不可以轮流带 彼此建立不可以轮流带 彼此建立不可以 会是轮流带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是要做 真的 好像这些都是我的孩子 因为你好像 你全部都有个小朋友 我要用各样的方法来鼓励你 我要用各样的方法 不同的方法去鼓励你 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方法鼓励你 比如说他这样子讲的时候 我说你很棒 他有一个动作我也要鼓励他 他做了一件事我要鼓励他 我要让他在这个小组里面被鼓励 我要他在这个小组里面被鼓励 我眼睛真的很大去看到他的贡献 看到他对神一点点的努力往前靠近 我要看到他对神一点点的努力向神去依靠 我要你肯定他 他就会继续努力 他就会继续努力 就好像我带我的孩子 就好像我臭我儿子 他在那边学走路 他在那边学走路 我不会让别人 不让另外一个姐姐来负责他 因为姐姐不会懂得爸爸妈妈的心情 因为外人是不会明白做父母的心情 你说三岁的姐姐哪里能够懂半岁的弟弟在想什么 如果你说给一个三岁的姐姐带一个半岁的小组里去学走路 他总觉得说他为什么不可以吃 他一定会不明白半岁的小组里是什么 但是爸爸妈妈完全知道 但是做父母是完全知道的 他就可以鼓励 他就会想怎样去鼓励 然后他也可以说 好姐姐做得很棒 爹爹你以后要学姐姐 他又会想对着姐姐说 姐姐做得很棒 那小组里又怎样去和姐姐学习 你看姐姐也被肯定 所以姐姐也会被肯定 这就是我们做小组长很重要的 我们是要来建立彼此 所以这个就是做小组长很重要 我们要来是 我让这个小组每一次的聚会 我要一个小组每一次的聚会 大家都得到肯定支持更愿意为主而活 大家都得到肯定支持和更愿意去为主服务 那如果他有痛苦有压力的时候 如果他有痛苦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为他祷告 所以因为是彼此建立不是查经 所以彼此建立不是查经 所以彼此建立不是查经 不只是查经 不只是查经 那你就会发现很多互动 你会发现是有很多互动的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 每一个人都有贡献的 所以这样子的小组就是很dynamic 所以这个小组是很有互动的 那这个东西 我会觉得说 一个小组他愿不愿意来参加小组 跟你小组的word 是不是彼此建立 很有关系 所以我说如果 那些人肯不肯来参加小组聚会 你讲得过我吗 你讲得比我吗 我讲不过 对不对 通常人们都讲得不比我 因为我的神学院教讲到 因为我是有牧师 我会讲到 是不是不敢说我讲得过你 那你小组组长 不会说我讲得比你 我昨天已经讲过一遍了 你为什么小组还在讲一遍 那我跟他说 我已经主日那时候讲了一次 你为什么要在小组里再讲多一次 我已经讲过一遍 你还要跟我骗吗 所以我已经讲了一次 你还要在小组里讲吗 所以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用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 要帮一些组员去用这个圣经的说话 不是教训他用 不是教训他怎么用 是鼓励他 是鼓励他 他如果有用 如果他有用到 我就趕快拍拍手 那我们拍拍手 鼓励他 我昨天不是这样吗 有些方法是很好的 所以我好像昨天我又分享过 有些方法是很好的 你肯定他 他就会往前 你肯定个人 个人就会向前进步 如果他分享他的软弱 如果他分享他的软弱 我真的就会让大家一起为他祷告 那我就会叫其他人一起为他祷告 好 如果说像张牧师刚才所说的 有些人就是一直讲一直哭 每一次都是他讲 每一次都是他哭 如果有些小组 像刚才牧师说 很长气 整天都只有他说 没有人说 那我就会 他讲完以后 我就把手放在他的身上 说 好 我们等等分开祷告的时候 我们再为他祷告 好 那我们就会 我就会跟一个很长气的人说 我们一会儿祈祷的时候 我们分开祷告 这种人 他可能就是陪读关系要再加强 这种人可能在陪读关系里面 要加强 他需要注意 因为这些人很需要其他人去注意 要用陪读来注意 要用陪读去处理他的问题 你看 然后我们要懂得运用小组的功能 你看到我们的娱乐师 要怎么运用小组的功能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人 他只喜欢陪读 不喜欢小组 我们小组里面有些人 是喜欢陪读 不喜欢参加小组 因为陪读的时候 他得到你全部的注意力 因为陪读是一对一根 那我就有你所有的注意力 在我身上 在小组里面 他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小组里面 整班人会觉得 我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 他觉得很多人都比他优秀 他觉得其他人都比他聪明 你知道我们怎么处理这种人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怎么处理这种人吗 你知不知道我们怎么处理这种人 他有一些事情 在陪读的时候 可能一般来讲 我会为他祷告 有些时候陪读的时候 我们就会和他代讨 他那个事情 也可以在陪读的时候祷告 他那个问题 可以在陪读的时候 我们会为他祷告 但是我可能会 周飞 某点了 对没有点了 他在找电池 他已经到快没有了 一直散了 对 所以 好 你应该比较需要 他的风 因为他们 你有听懂我 好 所以我就会说 你这个事情 如果他这件事情 不是都非常费人性 我就会跟那个人说 如果他要分享这个问题 不是很个人的 太过个人 不是太个个人化的 不是太个私人的 你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就会跟那个人说 你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小组里有其他人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小组里面可能有其他人 都有跟你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 你愿不愿意 我们在小组里分享 大家一起为你祷告 我会问他 你愿不愿意 在小组里面 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然后我们 大家一起为你祷告 我们可以整个小组 他就同意 他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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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参加小组 大家一起为他祷告 关系师就建立起来 他就愿意参加小组 而有彼此建立的时间 他就愿意参加 我们作为组长 是脑根要清醒 我要让一个人 让那个小组 是大家愿意来的 我要让一个小组 给大家人都愿意想回来的 小组如果说我一个新的朋友邀进了小组 一个新朋友邀进小组的话 如果一个小组有一个新朋友被邀请加入小组 他收到大家的欢迎 他受到其他人的欢迎 他发现彼此的关系非常的温暖 他发现大家彼此的关系很温暖 然后谈的内容非常的正面 而且谈的说话内容都很正面 充满笑声 很多笑声的 然后有人掉眼泪 而且也对人哭 他有人为他祷告 又会有人向他祈祷 他觉得说他很震撼 他觉得真的有上帝在这里 他觉得真的有神童 你从他身上就容易相信 那这些人是不是会比较容易相信神呢 一对一的时候你要影响他不是那么容易 你知道一对一你要影响的人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不够 他或许会告诉你很多他个人的事 除非他很愿意分享他很多个人的事 但是你们两个只有50对50 但你两个人就是50 50这样分享 你说他又说 但是我们到小组来就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翻小组就不一样 大家一人吐一口口水他就淹死了 对了我们一人吐一口口水就浸死他了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他一定要来小组的 所以他会上帮你小组 他会来感受 他会来感受小组 所以为什么说要来主日崇拜 所以为什么你会叫一些人来上帝就崇拜呢 因为更多人了 因为更多人了 对不对 一人吐一口口水 对了大家吐一口口水就浸死他了 对了 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会说你要知道有些聚会是有他特别的功能的 所以我会跟我教会的人说你要知道有些聚会是有他特别的功能的 对了因为我们这个小组的建立就要被人认识去加以量的聚会 对了而且有力量的 对我们才可以影响我们社会的人 我们这样才可以影响身边的人 是不是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小组的聚会 所以这个就是小组的聚会 我在这本书里面 我这本书里面光讲小组的聚会讲了四课 只是讲小组聚会已经有四课了 好那我现在只讲了很短的一点点 我现在只是讲了很小部分而已 我告诉我的组长说你一定要检查你的小组 每一次结束你要检查你的小组聚会 我跟我小组聚会讲 你每一次结束小组的时候你都要检查你的小组 小组聚会 小组聚会 有没有喜乐 有没有喜乐 所以回去的时候先问说今天小组聚会有没有喜乐呢 在你们聚会里面有没有喜乐呢 不是你自己很高兴 而不是你宅你自己一个人很高兴 小组聚会 不是你宅你自己一个人很高兴 不是你宅你自己一个人开心 然后第二个你要问说有没有神的同在 第二个问题你要问小组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 有没有觉得神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觉得神在我们当中 那个感觉不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那个感觉不一样的 第三个是 我有没有为小组当中 整个聚会过程当中有没有释放祷告 是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问我 有没有在小组聚会里面去为人去做释放祷告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每一次小组聚会都要释放祷告 每一次小组聚会都要释放祷告 你不要想说为每一个人释放祷告 你不用想要为每一个人做释放祷告 但是你至少要有释放祷告 但是你最少要有释放祷告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会做释放祷告吗 呃 不是 不会 不会做释放祷告 呃 有时候有 OK 什么叫释放祷告 是的 什么叫释放祷告呢 我们是不是奉耶稣的名释放祷告 我们就是说我奉耶稣的名释放祷告 如果他有一个东西困住他 如果祖园有些东西被困住了 那你要问他说你是不是被困住 那你就要问祖园你是不是被困住 那你就要问祖园你是不是被困住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到 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解释到 比如说他没有办法拒绝 那个男同事送给他的早餐 例如那个姊妹说我没有办法拒绝同事送给他那份早餐 如果对我来讲非常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他不能 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容易 为什么他做不到呢 就不要吃就好了 不要吃就行了 没有办法 是啊 有什么没办法 那些话题都已经掉下来了 接着那个姊妹就是 哭不哭的跟你说 如果你在哪里啊 那你会问他 那问题在哪里 那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样对不对 那我问他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 那不对啊 不然我可别告诉你们 那姐妹哭着说我知道不对 那我就要释放祷告 那时候我们要跟他做释放祷告 你看他需要把他的心再次夺回在基督里面 你要将他的心再次夺回 夺回到神里面 那你要为他祷告说 让他被神的爱充满 你帮他祷告的时候 让他被神的爱充满 他要被神的安全包围住 让他被神的安全包围住 他要觉得稳妥 要让他觉得稳妥 要让他觉得稳妥 他的心要得满足 他的心要得到满足 他的心要得到满足 他要知道这样做 是得罪神也是得罪对方 也是得罪老公 也是得罪老公 给他知道他这样做是得罪神 而且得罪其他人和他的老公 然后要求神帮助他 让他能够收到那个力量 也都求神帮助他 给他收到那个力量 所以就这样为他祷告 所以祖长就是这样为他释放祷告 那种的名字 跟另外那个人之间那种 那种 祖长就是这样说 祖长就是这样说 奉耶稣的名字 去坎断这位姊妹 和那位男同事之间的关系 那个拔 那种的 偶断丝年的关系 那个拔 那种 三丝丝的关系 他们用拔丝 就是我们吃拔丝糊头 拔丝苹果 那些拔丝 你又觉得 真的很奇怪的感觉 对不对 就要奉祖的名要断开 奉祖耶稣的名去断开 断开那些深丝丝的东西 就是释放祷告 这些就叫做释放祷告 释放祷告有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我占了我公司的便宜 释放祷告有时候 例如我帮一些人 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在公司里面 占了公司的便宜 就是拿了一些小便宜 在公司里面 对 那我不想要这样做了 那我的人就觉得很罪疚 我不想这样做 释放祷告 那你就要跟他做释放祷告 还有 我跟我的婆婆生气 有没有 例如好像说 我生气我奶奶 我就跟我的先生生气 跟我的家派生气 或者我跟我老公闹 我老婆闹 我生气我生气 那些人 我也知道 我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那些人 他已经知道 其实我应该这么做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被困住 那些人 走完会 可能会很被困住 那些人 或者是我现在交了三个男朋友 或者现在我同时 有三个男朋友 我在选要到底是哪一个 等我自己可以选 你选哪个男人最好 那些人都这样不对 你要跟他说 这样做不行 可是我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 但是姐妹说 我不能做绝病 姐妹说我不懂做决定 这都是释放祷告的内容 那你就要帮他做释放祷告 就像刚才教你 教你这样跟他释放祷告 还有 还有 早上 六点钟起床 例如我 早上要六点钟起床 闹钟响了又响了又响了 闹钟响又响 八点钟我终于坐起来 八点钟我终于很起床 所以领初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对了 跟着呢 呃 零修什么都没有做到 然后到了办公司的时候 我觉得很挫折 对了 回到公司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挫折 你帮他释放祷告 那你就帮他释放祷告 我们释放祷告过 这种人 我们试过帮这种人做个释放祷告 第二天早上闹钟还没啥子都坐起来 第二天 个钟都没响 他已经打得起身了 这是很奇妙的事 小组聚会里发生的 小组聚会里发生的 这些就是小组聚会里发生 他出现在办公司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你今天妆也化好了 什么都梦好了 你知不知道 那个人回到公司 其他人都说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早 化妆 这么回来 他说我非常有力量做见证 他就说很有力量 我可以出来和人说见证 他就做见证 不是 他向他的同事做见证 他跟他的同事说见证 他说你们要信上帝 他说你们要信上帝 他们跟同事说 你真的要相信上帝 上帝真的太厉害了 上帝真的很厉害 这是真的 是上帝帮我起身 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没有这个元素的话 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没有这样的元素的话 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没有这样的元素的话 那就是一个社团而已 你们只不过好像一个社团 一个俱乐部那样 那怎么吸引人 那怎么吸引人 那你只好多带一点好吃的水果 你最多是买多些好食 你吸引人进来小组 那大姨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聚会 我说过我至少可以讲四课 我告诉他 我起码都可以讲四课 但是我们现在就先停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小组的祷告王 接下来讲小组的祷告王 小组的祷告王怎么做呢 小组祷告王怎么做呢 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有讲 第四课版那里有讲到 他说祷告王是小组的命脉 他说祷告王是小组的命脉 第四课版那里 那这是每个组员都可以投入的 是每一个组员都可以参与的 但是如果他不要投入不要勉强他 但是如果他不想投入在一个小组 就不需要勉强他 好 这个是我说 这个是让小组在整周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法 我说这个祷告王是让整个小组 在整个礼拜可以连结在一起的 我不需要打电话的每一个组员 我不需要打电话给每一个组员 而且每一个组员都打电话 你不需要说什么 是的 而且你跟每个组员都打电话 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打这个组员就结束了 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打电话给其中一个组员 我不需要再打第二个告示 我不需要再打电话给另一个组员 我再说一次 因为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不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是让小组之间 组员之间可以彼此关顾 是的 土告网是让组员之间彼此关顾 导告王的传递是我们不再单顾自己的事 是的 土告网是让我们不单单顾自己的事 你可以帮我们练完吧 嗯 从这里 是的 土告网就是使我们不单单顾自己的事 是愿意将其他组员的压力 痛苦和担心 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去做的 这个是会使组员的关系 好像一家人 使我们的双交不是那么表面 而是有真实的肢体关系 同时都见到一个开放自己的榜样 让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组员 看到其他人去接纳其他人的祝福 这是很重要的 是的 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来看第四 这也是看见主在小组中 彰显能力及神迹指示的秘诀 是的 我们看第四点 如何看见主在小组之中 彰显能力和神迹歧视的秘诀 我想一下我们通常传导告网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是的 我和你讲一下通常我们土告网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不会一直传一模一样的内容 我们不会一直传一模一样的土告网 刚刚有一个姊妹讲了她有一个在办公室里面的男同事的事情 好像刚才说我们小组里面有个姊妹说她办公室有个男同事对她很好的事 我们这一周可能为她传导告网 我们今个礼拜可能就会为她一件事去传一个土告网 我们就会说为她在办公室里面可以得胜试探 我们就会为她企图希望在办公室里面可以 我有一条 我有一条 是不是某某姊妹在办公室得胜试探 所以我有一个投告的内容 就是为了一个姊妹可以在办公室里面 胜过一个男同事的事探 然后第二个我们胜过试探 我不会特别说男同事 我很怕 旁边有人听到很糟糕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我那句是说应该如何在办公室里面胜过一个试探 对 第二个我可能好像比如说我们教会正在说我们有布道会 第二个代讨项目 例如我们教会准备去办一个报道会 我会很具体的 我会很具体的 某某人说她要她小学同学 某某说她希望她的小学同学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她都会出现 这样就写下来 很粗的 出现在这个报道会 你知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全主说你就是谁谁谁啊 当个人真的来了的时候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谁谁 你真的来了 我好像明星一样 我小学同学就说 什么都姓我 好像明星 很多小学同学会觉得很被接纳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祷告的志向是非常清晰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链里面的代讨事项是很清晰的 至少有一两件 至少超过一件以上 是当一周就知道结果的 是的 而且当中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过一个礼拜就可以看到结果的 我们不能祷告的东西都是远在天边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整天都是为这些很远的事情去代讨 没有人有力气祷告 是的 那些人是没有力气去祷告 因为祷告也不知道有什么结果 因为太远的事情一直祈祷 我都看不到它发生 实际上我们其实有很多问题 其实实际上我们自己都有很多问题 我们只是不习惯分享而已 只不过我们不习惯将我们眼前的问题 如果导处里面一旦有人开发 如果在小座里面一旦有人肯说出来 那你就发现祷告带来过程 那你就会发现祷告的力量是很大的 大家都很愿意参与 那其他人都很愿意去参与 那我们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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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做法是先问说有没有人愿意参与 我们先会问呢 有没有人愿意参加在一个讨告链里面 我不会让所有的人 所有的资讯一次post在什么 WhatsApp里面 我不会想将所有的资讯 一次就post在你的群组里面 WhatsApp的群组里面 比如说我是小组长 例如好像我是小组组长 那这些是我的组员 一些其他人都是小组组员 我就有一次说我们小组要传祷告练 好了 那么我就有同事 我们小组有个投告链 有没有人的时间是可以的 有没有人的时间是可以的 有没有人的时间可以 什么时间方便 有没有人 谁时间可以呢 这里带头给 并有船参与 他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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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感恩好的组员 那我就说好 那我也 我是组长嘛 那么组员呢 所以呢我呢 就问问看说你是 几点钟方便 然后我发现说 哦 我如果一早 我是一早传的话 是参加他 他那个时间是比较方便的 那我就按那组员呢 就是适当的时间呢 他就要参加 先后次序这样发给组员 那我就跟他参加他 他就参加他 跟他安排那个代讨的次序 好 那特别啊 我们如果说他有 他有 他有 闻徒的关系的话 是的 如果当中小组里面有些人呢 是有门徒的关系 守望者的关系 那我就会把他安排在上下 那我就会跟他呢 就是 他被图他 假如他被图他 嗯 是的 例如好像 他是被守望的 那么他就会呢 传给他的守望者 我可能就 我可能先传给他 让他传给他 是的 那我就会 例如好像我就会 将个图告链子发给守望者 然后守望者又发给他守望的人 就是他们是上下关系 是的 有个上下关系 那有可能先传给门徒 让他传给他的那个带领者 也都可以呢 就是 让他们有联络 先发给那个门徒 然后让他们有联络 发给守望者 都可以的 那当然还有一种传法 譬如说你的小组人数很多 是的 如果你小组人数有很多 都会有另外一种方法 现在有14个人 例如你小组有14个人 每个人都说我要参加 每个人都说要参加图告链 每个人都说要参加图告链 每个礼拜都存不回来 是的 整个礼拜都存不回头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里面做一个小圈 我里面呢 那我就会有 做一个小圈仔 譬如说 耶稣带了12个门徒 对不对 是不是好像一个来与耶稣 他有12个门徒 对 登山变相的时候带几个去 他登上山的时候 带几个门徒上山呢 三个对不对 这三个就是他们 他们四个人总共是一个 他们四个人是最核心的 那说到耶稣和三个门徒 就形成一个最核心的一个 是的 他说 以他们三个或者四个人 在各自去带其他的人 以他们四个人再去带其他人 像我们有14个人 这样就有14个人 我只传一个那一圈7个人 我就例如 我好像刚才耶稣这样带法 我一个内圈 我传给七个人 好 我传给他 我就传给一位 他呢 他要往下这样传 对不对 一路这样传 一路这样传下去 七个人传 但是每一个人的外面有一个 但是那小圈里面的七个人 他另外外圈有一个人 他除了陈基 他下一个之外太有陈基 他除了传给他内圈的人之外 他还传给他外圈另一个人 所以一人是传给两个人 所以七个人很快就上去了 对吧 那么明白吗 这样很快 木道友都会说 为了要来陈 这样就比较快点 在一个礼拜里面 木道友来陈的时候 我通常不会 我会把他放在内圈 木道的朋友 哦 但是如果当中有一些 是新朋友 木道的朋友 那我们就不会 加入他 在土谷网上 他如果 放在那一圈 有可能他全部下去 是的 我们不会把那些人 加在内圈里 因为如果放了他 可能他 去到他就会断了 如果说 我们小竹人很少 有一个木道的朋友 如果我们的小竹人 很少人 但当中也有个 木道的朋友呢 那我可能放在最后 那我就会把那个人 做为最后 任命账都没问题 最后一个代徒者 然后最后 他再账还给我 是的 他是最后一个 等他全帮给组长 他有没有收到 这样 我起码都知道 那个木道的朋友 收不收到这个 代徒信息 我们在产祷网的时候 有各种奇怪的事情 我们做这个 透过链的时候 有很多奇怪的事情 那因为在台湾 先用LINE 用的很多 因为台湾人 是比较多用LINE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以前都会产错 所以以前都会很容易 传错了给其他人 那现在不会 现在就不会了 我是小组长 我是小组组长 我要传 祷告代祷事项 我呢 就有一些道头事项 然后我就写好了 我就写下了 在LINE上面 在LINE那里写 那他打好了 我要传给他 好了 那他要传给我 所以我就先传LINE给他 他就发个LINE的讯息给我 然后我就说 现在可以打电话吗 那我就会问他 我可不可以打 把电话给你 然后他看了 可以 他就回说 他就回说 可以 那我回了他 可以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那我就打电话了 五分钟一定要结束 是的 大家这个电话对话 五分钟内要 五分钟 五分钟 祷告五分钟就要结束 是的 祈祷最多是 两个人五分钟 五分钟 不要太长气 五分钟 是很重要 你的祷告王 为什么不能继续 为什么你的祷告王 有时 因为三十分钟 断了 因为有时太长气 说成三十分钟 那是不行的 是的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五分钟很认真地祷告 是的 你只要五分钟很认真去代祷 那就可以了 你说上班也没关系 五分钟也可以 是不是 就算你上班的时间 但是我阻你五分钟 其实都不是太过分 上班也有五分钟 你次数也有五分钟 所以是不是可以 所以是不是走得疼 不要告诉我 不要跟我说 做不到 这是一定做得到的 你一定做得到的 因为就算中午吃饭指令五分钟也可以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都可以 腾出了五分钟出来做 我先把我的 代导事项传给他 是的 就是这样 我先把代导事项 用LINE信息 或者WhatsApp 发给他 然后我们祷告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祈祷 他也是一样 然后到我 又一样 又一样 再把信息 WhatsApp WhatsApp 传给下一个人 然后又问他 可不可以打电话 然后最后一个 他在这里 最后那个人 代导者 就会把信息传给他 组长 真的明白吗 有什么问题 是这样走的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想问的 没有 没有 那我们再讲另外一个 有人有问题 是 是这样传 还是每个礼拜 我们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只传一次 一个礼拜 整个群一起 好 我们有一些事情是可以 是不是一周内就完成 最后一个回到组长 我 我们说 两天以内一定要回来 四十八小时 全部 在他们说 最迟 就是四十八个小时里面 所有组员都完成这个代导联 回到组长那里 如果超过四十八小时 如果超过四十八个小时 如果超过四十八个小时 那大概就不会回来了 应该就放不来的了 因为大家越来越 你想想看 这个事情如果 如果我传到你这边 你一直等等等等等 等了两天以后 再传到他那边去 但是小组长也 也累死了 他也累死了 他也一直在心里面有这件事情 如果有些人太长等太久 其实小组组长都会等到很久 等到很累 所以我们譬如说 我们小组聚会是礼拜三假设 假设 假如我们只是礼拜三 下一次礼拜三是不是要再聚会 下个礼拜三是不是要再聚会 好 根本是礼拜三聚会 下个礼拜三聚会了 我这个礼拜三聚会完了以后 两天之后我就会参报告 我来礼拜三聚会完之后 两天之后我就会开始发一个讨告链 那如果说中间有礼拜天 有可能我会礼拜六就发整个礼拜天 礼拜天我就可以跟踪 到底怎么样了 如果我星期六星期日 先出去 那礼拜三聚会 礼拜三聚会 礼拜三聚会 空过礼拜四 好了 礼拜四就没工作了 礼拜五我也空着 礼拜五我都不发讨告链 我礼拜六是不是会聚会完 礼拜六聚会完 礼拜六就开始发讨告链 礼拜天应该要回来 那星期日就应该已经完成了 礼拜六 那但是我可能礼拜六中午十二点发的 如果假如我礼拜六中午十二点 那我礼拜一中午十二点 那我都应该要星期一中午的收到 说是说四十八小时其实会跨 就是整个三天当中的 对不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都容许小时间 听懂嘛 因为十二点到十二点嘛 中午嘛 假设是这样 那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这一整个礼拜我的小组里面都一直有活动 那这样就变成了我们整个小组在整个礼拜里面都有些活动在 我们小组四棒祷告以后他很有力量 是的我们小组里面又做释放讨告羊 他觉得很有力量 那隔两天他的力量已经变小了 是的这样的力量达了两天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 对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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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有个组员又觉得没有帮助去面对这个世界了 又开始遇见试探了 那我们就要发个讨告链 对 他就会被支持 那他就会得到个支持 我们通常是这样 如果我今天礼拜三聚会结束 如果有人没有来 我们通常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礼拜三聚会 那有人没有来的话呢 那他又没有请假 他又没有请假 我要求小组长 必须在当天晚上就要跟他联络 我会要求小组组长 要在星期三晚就要跟那个缺席的人联络 你说我已经很累了 我怎么跟他联络 那我组长说我好累了 怎样跟他联络呢 我说你不在那一天联络 你其他一天联络 你会更糟 我跟他说你不那晚就去找那个组员呢 你第二天找他呢 还死 因为你只要一拖过 马上联络的时间 因为只有你错过那个马上联络的时间 你到最后想起来都是下个礼拜二 到你呢 第二次醒起来要找个组员呢 可能是下个礼拜二 你下礼拜二打电话给他 他的感觉不是你关心他 那你下个礼拜二先打给他 他会觉得你都不关心我 他说不是你关心他 就是你礼拜二打给他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是你关心他 你组长下个礼拜二 再找个组员呢 组员会觉得 不会觉得你是关心他 就是你要邀我去聚会 是的 组员不会觉得 组长下个礼拜再找他 不会觉得你是关心他 他会一收到组长的打电话 就会觉得 你又是叫我去回小组的 如果当天我打电话 如果我四周三聚会完 我立即去打电话找他 我说今天没有看到你 你还好吗 那我说你 我问不到你 你有没有事 你来不到小组的 你完全不用提下个礼拜来聚会 你聚会得这么辛苦了 那你还跟我联络 你还来找我 你还来找我 这是很重要的 依然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的小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我们在照顾人的时候 我们脑袋里面要想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照顾小组很重要 我们要记得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工作上很厉害 你会想很多 是的 我们很多人在职场上面可能很聪明的 会想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在小组 我们在牧养上面也要想的 所以我们在小组牧养上面 我们都要想那么多 我们要让他能够收到上帝的爱 我们要让这些组员去接收到上帝的爱 被关怀 被关怀 可以跟神站在一起 可以跟神站在一起 面对挑战 面对挑战 那我们现在要再讲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还要讲另一个重点 我们刚刚讲聚会 我们刚刚讲聚会 然后讲祷告王 讲祷告年 这个祷告王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让人遇见又真又火的神 一个祷告年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让人遇见又真又活的神 有一些紧急的祷告事项 是可以公开的 小组的全聚就可以 是的 有些紧急的祷告呢 就是在小组里面公开的 公开的 某人家吃火了 是的 poster就可以了 例如去家里火灼 你不能说我传到你这里 你再传到他这里 所以你不能说 哎呀 这家屋都消完了 你还在祈祷 所以你说 祷告练禅的 多半都是跟 就是对抗权势有关的 跟世界的权势有关的 是的 祷告年通常代祷的 都是要对抗一个 世上的一些权势有关的 或者是说 他的生病是 不是紧急 现在立刻开刀 你不要踩完大多链 人家都已经开完 所以或者可能 你今天送去殡仪馆呢 你都不知道 例如可能他病的痛的 你还在那里 所以你要慢慢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他都已经病死了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紧急的事项 跟重要的事项 緊急的事 和重要的事 那个改图的方式 有可能overlap 有可能重叠 有可能重叠 但是有可能就是 它是分开来的 也都可能是分开来处理的 小组长要分辨 什么事情是 直接发布 像讯息一样发布 知识 小组组长要决定 哪些代讨事项 是在小组里面 一次发出来 或者是要用祷告网 这样传过去 还是用土告链传出去 你知道很多人 告诉我说 哎呦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只能一次发布 很多人都跟我说 搞不定 我自己能够 我自己都是 一次发出去 特别在弟兄 通常都是这样说 你觉得说弟兄 你就传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祷告就好了 你们真的有祷告吗 你们是不是真的有祷告呢 有代讨呢 你们都放一个手在那里 大家都是这样 WhatsApp 给一个icon 是吧 是吧 你有真的祷告吗 你 就是问心那句 是不是真的有代讨 One sentence 有 有没有说一句 一句而已 主啊你保护他 是否只说一句 主啊你保护他 主啊你帮助他 主啊帮助他 就是这样而已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你知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小组长这样说 真的很困难啊 是的 我们在其他堂的时候 有组长说 真的很难 他是弟兄小组 是的 那个是一个男人组来的 我就说 请他到前面来 那我就邀请弟兄来我前面 普英堂现在是男女分开牧养 在他们的堂会 现在是小组是分开男女的 所以我教课 弟兄通常都不是我牧养 所以呢 兄姐教学的时候 通常弟兄都不是他牧养的 但是这个弟兄是很特别的 是我曾经牧养过他 那不过一位弟兄 曾经是兄姐去牧养他的 因为我们当时还是男女混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之前教会还是男女同一个小组 那那个弟兄是属于兄姐的小组 我说因为刚好是你所以我麻烦你到前面来 那刚刚那个弟兄就说 是的有问题 他到前面来 他到前面来 那那个弟兄就来了前面 我就直接为他祷告 我没有问任何问题 是的 没有问他什么问题 直接为他祷告 直接帮他祷告 为他祷告什么呢 为他祈祷什么呢 他很愿意成祷告王 他很愿意去传一个祷告链 但是你看他的困难这么大 但是他的困难很大 他没有要骗我们说他有作 他没有想骗我们说他没有做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是一个很真的人 他愿意去面对 可是没有办法嘛 他很想去面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我为他祷告 所以我帮他祈祷 求神祭念他向神的愿意 求神祭念他愿意 向神愿意去做 那我也相信他在小组里面 遇到太大的困难 那我都相信他在小组里面 是遇到很大的困难 很多人说 很多人拒绝 很多人拒绝 很多人拒绝他 他为主受到这个委屈 求神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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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坚固的心 给他坚固的心 就这样为他祷告 我就是这样为他祷告 那祈祷完之后呢 整个人都是泪血 那他已经哭了 那我问他 那我问他 如果我刚刚为你祷告的内容 用WhatsApp或是Line 这样写好了 场景意觉得如何 如果我就问他 如果我刚才帮你祈祷的内容 我用WhatsApp 或者用Line 去发给你 你会觉得怎么样 他说不一样 我说是不一样的 我说我懂 那我弟兄说我明白 就是只用文字去代讨 你就明白了吗 有个人真的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明不明白呢 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认为 大家会很认真地 为你这样发在那个什么 那个互联网上 你不要以为 你发一个代讨讯息出去 其他人都真的会很认真地 去为你祷告 我刚才只是知道而已 你只不为 你给其他组员去知道 他们未必真的会帮你去祷告 你讲知道的话 上帝自己知道 要讲知道 上帝才是最知道的那位 那为什么他叫我们要祷告 那为什么还要找你们去代讨呢 所以绝对不是知道能够解决的 所以这些事情 不是只是说 你知道就可以解决 神有属灵的原则 神有属灵的原则 那我们现在在讲 讲 陪读啊 好了我们现在呢 就讲这个陪读的网 来来来 我们前三公司到前面来 是的 我们又请了张牧师来和我们讲了 啊 陪读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是的 陪读应该怎么去做 有些什么要注意的东西呢 我先跟大家来复习一下什么是陪读 我先跟大家复杂一下什么是陪读 我先跟大家复杂一下什么叫陪读 是不是在讲义上面 有没有的 第几课 第六课你们看得见好 港义有第六课的 有讲陪读的 来 但是你不要看那边 先看我 先不要看港义 是的 听张牧师说就可以了 我虽然有点老有点胖 虽然我有点肥有点老 但是我还是有点帅 但是呢我都有一点帅 但是呢我都有一点帅子的 他们说我老老的还是很可爱 虽然说我老得来 但是都是很Q的 所以请看我 所以呢 是的 麻烦你望着我 回答我 是的 什么是陪读 什么叫陪读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有什么目的呢 Please 麻烦 广东话 是广东话 可以用广东话说的 陪他一起读 陪他一起做 陪他一起走 陪他一起走 走去哪里 走去哪里 走去神那边 走去神那里 还有没有很好的答案 还有没有 是的很好的答案 还有没有其他 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 要做什么 是的 建立关系要做什么 做什么 做什么 依次陪读 做什么 陪读做什么 建立关系做什么 建立关系做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做陪读 带他去神那里 天堂吗 是不是带他上天堂呢 一直成长 一直成长 很好 刚才的答案很棒 继续 请大家继续 有没有其他答案 认识耶稣的爱更多 认识 很好 但是有一个目的吧 但是也有一个目的 是吗 建立门徒 带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不是带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 所以我们不是在给他上课 我们不是跟他上课 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影响他的生命 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影响他的生命 我自己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自己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要学向耶稣 我要去学耶稣 我遵守耶稣对我的教训 我遵守耶稣对我的教训 我要向着耶稣给我的大使命 我要向着耶稣给我的大使命 去努力 我建立关系的目的是这个 我建立关系的目的是这个 我建立关系的目的就是这样 我陪读的目的也是这个 我做陪读的目标也是这样 好 这是你们的答案 这些就是刚才大家讲的答案 百分之百答对了 是的 你一百分答到 虽然你一句我一句 最后你们完成了 陪读就是要使人做门徒 虽然大家一句一句这样 大家最后去到港道的位置就是 陪读就是要建立门徒 但是很多困难 但是建立门徒有很多困难 你们最常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你们经常碰到的困难是什么 最常碰到的 是的 经常会碰到的困难 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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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香港的人好忙啊 香港人好忙啊 工作压力好大 工作压力好大 我想 现在 全世界的大都市都很忙 我想 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是这么忙 耶稣没有讲说 香港的人可以不要使人做门徒 耶稣没有讲过香港人可以不用建立门徒 耶稣也没有说台北的人不需要使人做门徒 耶稣也没有说台北的人不需要去建立门徒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耶稣说你们要使万民做门徒 包括非常忙碌的香港人 包括很忙的香港人 OK 那请问怎么办呢 我们来帮助这个姊妹 是的 我们要帮一下一个姊妹了 她说她自己很忙 她很忙啊 没有时间啊 她所想要带的人也很忙啊 而她大的人也很忙啊 没有时间啊 救救她吧 大家可不可以救她呢 用Facetime 用Facetime No 不行不行 因为耶稣没有用Facetime 因为耶稣没有用Facetime 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这样做 耶稣做得好 如果耶稣用Facetime 我们大概就可以follow她 是的 如果耶稣有用Facetime 我们就可以用Facetime 耶稣从天上 天上很忙的 是的 耶稣在天上面那里的 他从天上倒成肉身 下到地上 他从天上面倒成肉身 落到在地上 花了三年代去陪十二个人 花了三年多去陪十二个人 他有没有付很大的代价 他有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 天上很好玩的 是的 在天上面很好玩的 地上 有人要钉他十字架的 在地上有人想钉他上十字架的 要死的 要死的 忙的要死 是的 忙到死的 所以我自己感觉 所以我自己觉得 世界上的人真的是很忙 世界上的人真的很忙 忙什么 忙些什么呢 忙赚钱 忙着赚钱 忙玩手机 忙着玩手机 忙着拍拖 忙着拍拖 结了婚忙着吵架 结了婚呢 忙着就是吵架 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可能两次 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可能两次 每次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每次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跟人一对一 同人一对一 时间是挤得出来的 是的 这些时间是你们可以知道出来的 看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其实是看这件事有多重要 请问死人做门徒 是不是你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请问死人做门徒 是不是你和我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在我的优先次序里面 在我的优先次序里面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第一个重要 要彼此切实相爱 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 那是大戒命 第二个就是大使命 第二个就是大使命 要带人做门徒 要带人做门徒 我这一辈子活的时候 我就活了这么久了 我在教会里头 这是我最重要的 我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 讲道对我很重要 讲道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但是带门徒对我更重要 但是带门徒对于我来说是更加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这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想一下这个问题 我自己如果先愿意跟随耶稣 效法祂 而且遵照祂的大使命 如果我自己先愿意去跟耶稣 去遵照祂的大使命 去效法耶稣 我可能吃饭聊天的时间要减少 可能我吃饭和聊天的时间会减少 卡拉OK的时间也减少 唱聊天的时间也减少 玩游戏跟人家迈也减少 玩online game 跟人家wechat whatsapp 玩online的时间也减少 我来说早上在那边找衣服 配衣服穿来穿去也可以短一点 起身选衣服 选件漂亮衣服穿的时间也减少 那我特别强调夫妻吵架要减少 我特别强调夫妻吵架的时间也减少 我跟我太太现在没有什么时间吵架 我跟我太太现在都没什么时间吵架了 她昨天有举那个例子是不是 昨天你举了个例子 在机场那里他们有些东西差不多要吵架了 但是我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但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的日子不多 哦 她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六十岁了 六十岁 我的时间很有限了 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 好 我们俩差两个月 哦 十月已经过了 但是她早产两个月 哈哈 哈哈 是啊 就是说 张哥说她已经六十岁了 日子都不是很多 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好短了 一点点的时间 她觉得她人生真的很短 只剩很少时间 我一定要好好地带门徒 我一定要好好用这些时间去带门徒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带出一些门徒 他们继续跟随主 我就会建立到一些门徒 他们继续帮我们带更多的门徒 这是我觉得我要向耶稣交的账 这是我觉得我要跟耶稣交代的东西 我不喜欢等到我退休了 没日子我才开始 我不想等我退休了 没有事做我才带门徒 我要在我非常忙碌的生活里头 挤出时间带门徒 我要在我很忙碌的生活里面 挤一些时间出来带门徒 在我的教会里头有的人好聪明 在我教会里面有些很聪明的人 他们做礼拜之前 一个一对一带门徒 他们会回主日崇拜之前 就去找他们门徒做一对一的配套 买一个早餐 他们买早餐两个一起吃 大家买份早餐两个人一起吃 大概做礼拜前一个半小时 一起吃早餐一起来一对一 主日崇拜之前 他们两个就一起吃早餐 一起做一个一对一的门徒时间 做完礼拜又买个午餐 两个人一对一 那崇拜 嗯? 那崇拜完之后呢 又会去找另一个人做门徒训练的时间 我真的觉得他们好会利用时间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懂得利用时间 如果你很忙 我建议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那你的挑战是 礼拜六早点睡觉 那你的挑战是 你之前一晚礼拜六呢 你要早点睡觉 礼拜天早点起床 那你星期日呢 都要早点起床 早点去帮他买个早餐 早点去帮他买份早餐 至于午餐就带到那个幼鱼城去了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对于可以解决到你没有时间的问题 有没有人有其他的困难 有没有人其他带门徒的时候遇到其他困难呢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其实我坐飞机来 我其实没有什么事做 是的 其实我在台湾坐飞机来 我都自己没什么在做 但是我带门徒 推广门徒已经22年 但是呢我带门徒 和推广门徒训练已经22年了 我希望帮助你 我都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你讲你的困难 是的 请你有困难的跟我分享 有人说已经 读完的教材 好了 如果有人说 我们门徒之间那些教材 大家读完了 读完的教材没有东西了 是的 读完书仔了 这样没东西读 黄皮书 绿皮书读完了 有三条路可以走 是的 有三条路你可以走的 如果你圣经非常强 如果你的圣经是非常熟悉的 直接用圣经 直接用圣经 但是你的圣经没这么强 如果你圣经不太熟悉的 选一本很好的书 选一本很好的书 属灵的书 是属灵的书籍 你可以去问你的区长 你的牧师说哪一本书 你可以去问区牧 去问牧师哪一本书是值得的 不是每一本书都可以用 是的 不是每一本书都可以用 但是很多书都可以用 不过一定有很多书 你可以拿来做陪读的 你要按照他的属灵的需要 你要按照他的属灵需要 我们教会有的弟兄跟弟兄 读如何做爸爸 我们教会里面有带弟兄门徒的时候 他们读一本是怎么做爸爸的书 有的人读如何做丈夫 有的人是读如何做丈夫 那个如何做丈夫 换句话是如何把妻子搞定 那本书叫如何做丈夫 其实是怎么搞定你老婆 因为天底下的男人最困难的就是搞不定太太 你为什么不笑 为什么你们不笑 你们不同意吗 你们同不同意呢 同意吗 因为你们太多女生你们都不同意 我觉得这种书其实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很有帮助 同意吗 我觉得这类书对我们的婚姻价值和生活很有帮助 同不同意呢 当然我觉得还有很多好的属灵书籍都可以用的 当然我觉得有很多其他好的属灵书籍是可以用的 另外你们是不是都有灵修QT 你们是不是都有灵修或静修时间 教会有没有共同的进度 是不是大家都有共同的进度 有吗 对那我就觉得你们可以一个礼拜约一次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一个礼拜约一次 你们就可以用那一天的进度 你们就可以用那一天的读经进度 或者那个礼拜的进度 两个人就分享 两个人一起分享 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喜欢用导读的方式 我们喜欢用导读的方式 一段圣经两个人一起读经一起祷告 一段圣经两个人一起去读一起去祈祷 差不多十节左右 读经祷告完我们就分享 读完那十节我们就分享 收获以及我个人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和带导的 所以没有教材我刚刚建议直接用一本圣经 所以没有教材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直接用圣经 但是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但是我劝你都不要这样做 因为那是圣人做的事 那些是圣人做的事 如果你是普通人 请你选一本好书 如果你只不过是普通人 你可以请你选一本好的属灵书籍 或者用教会的读经进度来分享 或者用教会一起读经的进度来一起分享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请说 一对一个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一个星期一次呢 我们鼓励一定要一个礼拜一次 我们鼓励一定要一个礼拜一次 特别他是一个小组里头的人 一个礼拜一次 特别他是你小组里面一个人要一个礼拜一次 但是我们通常区长跟小组长 我们可以一个月一次 但是如果我们区目和小组组长 我们可以 不是区目区长 区长 区长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区长和小组组长可以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就可以 一个月一次就可以 可以约谈 可以约他见 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 但是你是小组长 在香港要见面 亲爱的姊妹们 你跟你的爱人 跟你的男女 你的男朋友 你们约会 就Facetime就好了 你跟你的老公老婆 你们就Facetime 你约你老公你老婆 是不是Facetime就行呢 那是不得已才Facetime 情非得已才要用Facetime 这样生不了 我太队说那样生不出小孩 要建立关系 要面对面 其实我这次可以不必来的 其实我这次可以不用亲自来 因为最早的时候 周辉告诉我说 他们要请我太太来这边分享 因为最初周牧师 只是说想请婚姐来这边分享 但是周辉知道 我喜欢跟着我太太 但是周辉知道我喜欢 你跟我太太在一起 所以周辉就跟张亚哥牧师讲了 说叫我来开会 周辉就跟Jack说要叫张牧师来开会 讲好了今天早上跟下午是我要开会 那说好呢 今天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去开会的 就后来张亚哥牧师放我鸽子 后来Jack就放了去飞机了 他带了他太太跟小孩到云南去了 Jack带了他家人就去了云南那里了 但是我很重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 但是我很重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 所以我要跟他见面 所以我要跟我太太见面 我舍不得他一个人来香港 我不舍得我太太一个人来香港 当然我也可以在家跟他Facetime 当然我可以留在台北的家 跟他Facetime就行了 但是那个关系不够好 但是那种的关系不够好 门徒关系要见面 门徒关系是要见面的 那个会很深入 这样是会很深入的 所以我觉得请你不要用LINE跟Facetime 那是虚拟的门徒 这个是距离的门徒 虚拟的门徒 我们要真实的门徒 我们是要真实的门徒 如果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 如果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 三年半 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为了造就那十二个人 为了就是造就那十二个门徒 我觉得我们也要常与门徒同在 我觉得我们也要常与门徒一起 好 还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哎呦 已经十点了 我想就到这里 太太 到十点了 那就交回给兄姐 门徒王 最重要的是 你带的那个人 你要让他知道你喜欢他 做门徒呢 最重要是让你的门徒 知道你喜欢他 你跟他约好了一起陪读 你跟他约好一起陪读呢 他迟到五分钟 他迟了五分钟 你不要叹一口气 你不要在他面前叹一口气 他一出现你就先看表 一见到他你就看一看一看 他感觉真的不舒服 他会觉得不舒服 我们最重要是要建立他 我们最重要是要建立他 我们就是要帮助他 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就是帮助他跟神建立关系 我们刚开始来蒙恩堂的时候 是多久以前吗 我们刚刚来蒙恩堂是多久之前 七年之前 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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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 8年了 8年了 在8年我的区长增加了好多位 在8年里面我的区长多了好多区长 去年就增加两位 去年又多了两位区长 区长不是小组长 区长不是小组组长 区长就是我的门徒 如果我可以建立区长 如果我可以建立区长 我们的传福音就会继续不断下去 我们的传福音就会不停地传下去 如果我不建立区长 如果我不建立区长 我一个人做永远做不了这么多事 我一个人是做不到这么多东西的 你想想看 麦当王要赚钱 你想想 麦当王要赚钱 他一定要有SOP 他一定要来 什么是SOP SOP 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麦当王一定要有标准作业程式 所以去哪里吃到的薯片味道是一样的 所以你去每一家麦当劳吃到的东西 吃到好没有包薯条都是一模一样的 要不要交 你要不要交 交给人家 你要交他对不对 如果你要交给其他人去开一家麦记 你要教他对不对 你如果不肯交 如果你不肯去交给他们呢 那结果就是什么 你只能开一家店 你只能够开一家你自己的麦记 你在门口挤着人羊马帆 但是我这个店只有这么大 里面就做10桌 对啊 总是你很吸引人家 但是你的店口只有这么大 我只有带门徒才有希望这样对不对 我只要带门徒我才有希望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目的是要传福音 我们的目标是要传福音 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是要使万民作门徒 所以我们要认真去带 所以我们要认真去带门徒 我带他带得认真 他带别人也带得认真 我带他带得认真 我的门徒都会带其他人很认真 这个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带的人他能不能生很重要啊 所以我带的人他能不能生 生 能不能生存得很重要 不是啊 生小孩啊 生生更多的门徒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要自己要会生给他看 我要自己先生个门徒出来 然后我要带他带他出生 然后我要带他去生其他门徒 然后他要带他去生其他门徒 然后他要带他再生多些门徒出来 带他带他去生存 这样就会带他生存 我带他来莫恩堂的时候 我下次来莫恩堂的时候 你们要double 你们要双倍增长 因缘之少应该要 自主带一个门徒吧 一年最少要带一个门徒是吗 对不对 是吗 一年最少带一个吧 一年最少带一个门徒 好了不要 一个小组至少带一个吧 是一个小组最少带一个门徒 你们现在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会要求所有的小组长 你照顾小组组员的时间 百分之八值 我会要求每一个小组组长 你用八成的时间去照顾组员 八成的时间 然后呢 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你是要去在外面找一个 木道的朋友 另外那两成的时间 你要出去找一些 无道的朋友 因为你要做示范 因为你要做示范 你的时间若只只照顾你的组员 如果你的时间全部发在照顾你的组员 你带出来的门徒也是长这样 你带出来的门徒也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这样小组不会增长 我和你这样说 这样的小组是不会增长的 越来越没有乐趣 越来越没有乐趣 因为没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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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生 因为你要不停地伸进去 很重要的运动 要代代伤全 就要运动了 你明不明白呢 那我们讲完了 那我们就讲完了 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呢 因为已经过十点了 可不可以跟我们做示范祷告 这么多人一个人为这么多人 就释放祷告 OK 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 这是一定的 我们可以为你祷告 一定可以的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 我们就祷告了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祷告 有问题 刚才你说小组里面有五件事要做的 喜乐 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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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一个是 五件事 另外有两件秘密 以后再告诉你 另外两件 是秘密 稍后再告诉你 有没有别的 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 我会说 我会说 陪读 一定找得出时间 我会跟你说 陪读 是一定找得出时间来做的 你不要告诉我 你没有时间 你不要跟我说 没有时间做 一定可以找得到 你一定知道时间 是你的优先次序 是你的优先次序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 你看我 我有一个小组长 他是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的第二把交椅 我有个小组组长 他是台湾银行的第二把交椅 他忙死了 他忙死了 他忙到没时间 央行的总裁 每次要发表的时候 他都要去陪 当央行的总裁 每次有些东西要发布的时候 他都要去陪他 只要有金融 只要上下币 连川普当选 他们都要加开会议 金融体制 当有风吹草动 他都会忙到很重要 而且特朗普当选 他都要去很多东西搞 他一个人有三个陪读 他一个人 他有带三个人去陪读的 他用什么时间 他从哪里找到时间出来呢 我光听他想 我都觉得他没有时间 我只是这样想他 我觉得他真的没有时间 你怎么维持 你怎么维持 我问他你怎么去维持 去大衣三个门徒 他说就是优先次序 他就说就是优先次序的 就说我总是可以去吃饭吧 我怎么都要时间吃饭 我跟他约吃饭时间 那我就在吃饭时间和他 我走一半的路 他走一半的路 我走一半的路 他就给他走一半的路 大家约在一个地点见面 大家约在一个中间点见面 一坐地铁到这里 我也坐地铁到这里 你在地铁这里来 我又在地铁那里来 大家中间点 大家都付出点时间 所有的人都尊敬这个小组长 很多人都尊敬一个小组长 因为他们觉得说 小组长这样付代价 我们没有话说 因为他们见到这个小组长 都这样付出 其他人没什么好说 其他人也陪读 所以其他人都会学他这样陪读 那传福音就是这样传的 传福音就是这样传出去 我看到他我就知道 谁都可以拿出时间来 我见到他之后 我就觉得其他人都一定有时间 那我这边告诉你 那我就跟你说 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很忙很累 有时候我们很忙很累 但是我们陪读之后 我们有亲的力量 但是我们做完陪读之后 我们有新的力量 我们的情绪处理好了 我们的情绪处理好了 我们的生命回到对的位置 你们的生命回到对的位置 我不会做一大堆浪费时间的事情 我不会做一大堆浪费时间的事情 也不会有一大堆是 Let's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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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会有一大堆的挣扎在那儿 我很快回到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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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时间就好用 所以我的时间就好用 我以前读这 我们有一些孩子们 我们有些小孩子 他们读书读得很辛苦记不得 他们读书读得很辛苦 我们就要说你要先陪读 你要先祷告 我说你要先去做陪读 你要先去祈祷 我会说你要先灵修 你要先灵修 很多人都说我们读书的时间都不够了 很多人都说读书时间都没有 哪有时间灵修 我说你说灵修刚才 我就跟你说你先灵修 他就灵修 他就去做灵修先 花了20分钟灵修 花了20分钟灵修 就整了两个小时的 省了两个小时的读书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心安静了 因为他的心安静了 我们在陪读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在陪读的时候 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想想看你有多少的压力 如果都能够在上帝的保护里面 你是不是省了很多时间 就算你有很多压力 但是你在上帝的保护里面 你都会可以省很多时间 你的工作效率会提升 你的工作效率会提升 我们有一个组员 他是做实验的 我们有一个组员 他工作是做实验的 他是念博士 他做实验 他是读博士的 他这个过程里面 有实验要做的 他说他要教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不想要参加小组 他只是要想起 要教语 要读书做实验 他就不想回小组 在实验室里面二十只小时 他要在实验室里面 留整天的 你制造给我一个半小时 小组就跟他说 你起码都要 因为他的实验室在门口等 叫其他在实验室的门口等 你给我一个半小时 带饭给他吃 他就说 你给我一个半小时 我拿饭来给你吃 就在吃饭的时候陪读 就在他吃饭的时间 跟他做陪读 不是内容 不是内容 是关系 是那种关系 去为他祷告 去为他祷告 听他的痛苦 听他说的痛苦 给他建议 给他建议 支持他 为他按手祷告 为他按手祷告 为他释放祷告 为他做释放祷告 结果实验做出来了 他有一个数据一直都没有发现 结果他又做到一个实验出来 发现一些数据 因为他有一个数据一直都没有发现 因为那个实验 他不知道那个数据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之前做实验 他没有发现一些数据 结果这样他就完全清楚 经过那次之后 他就明白个数据代表什么 忽然之间 突然间 他就注意到那些数据 他说 一定要陪读 所以他就都 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做陪读 很多人认识我 有一次我带一个姊妹来 有很多人认识我 有一次我带个姊妹来 她是大学的教授 她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她每年12月都像疯子一样 她每年10月都忙到癫 因为她要写很多论文 文章出现 她只要是要写论文的时候 她只要写论文的时候 她就觉得非常挣扎 她就会觉得很挣扎 我就跟她说 你一定要来 我就跟她说 你一定要来 我就会陪她 我就会陪她 我会跟她谈 我会跟她聊天 她把她要写的东西 讲一遍给我听 将她写的东西 说一次给我听 我就跟神说 神你要给我智慧 我就跟神说 神你要给她智慧 然后我会给她建议 然后我会给她建议 只要她愿意这样做 只有她愿意这样做 她提出来的论文 就会得到国科会的认同 只有她的论文 就会得到国科会的认同 然后就会给她经费 就会给她研究基金 然后她就可以找人做研究 她就可以请人做研究 她就可以提升 她就可以升职了 从来没有例外 从来都没有意外的 发生过意外 你知道上帝喜欢我们 顺服他的权柄 你知道上帝 喜欢我们去顺服他的权柄 喜欢我们互相支持 彼此建立 喜欢我们互相支持 彼此建立 你不要小看这些事 你不要看少这些事 这个不是一般的算术 这些不是一些普通的算术 你把它放在神的手里 你把这些东西放在神的手里面 五饼二鱼 怎么可能喂饱五千个男丁 五饼二鱼 怎么可以喂饱五千个男丁 你拿出来试试看 你拿出来试试看 你不要用你的算术来算 你不要用你的数学来算 你要相信上帝 你要相信上帝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所需要的上帝是知道的 你所需要的上帝是知道的 他一定会供应你 他一定会供应你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仰望你 天父我们仰望你 我们知道你的原则 我们相信你的现实 我们相信你的身实 主啊 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你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 他们愿意多走一里路 他们愿意多走一里路 已经忙了一天了 他们把晚上的时间拿出来 已经忙了一天了 他们都愿意摆上夜晚的时间 我求你用你的灵充满他们 我求你用你的灵充满他们 他们回去充满盼望 使他们回去充满盼望 因为他们是属你的 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 他们的人生并不等于献给这个世界 他们人生不等于 只是要献给一个世界 而是活在你的里面 而是活在你里面 有你属灵的原则 有你属灵的原则 有你的统战 有你的统在 有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建立他们 有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建立他们 使他们也成为建立别人的人 使他们也成为建立别人的人 主啊 你让他们享受 享受你给他们的福祉 求你让他们同在 求你让他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试着找回你的小统统员 好 就聚在一起 好吗 就请你跟他们说 今晚听了的 有什么能够转化成为一个行动 你说我想学多些 具体一点 你不要跟我说 我帮他祈祷 你讲好 写下 那你就可以走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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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